各位大家好 這是第二部影片 這部影片是要用這兩顆方塊 去對比這個 V5 那這 V5 是新的 是我新要的 這個 V5 對然後 這次呢 它有這個先鋒板 跟旗艦板的區別 那 先鋒板是有 UV 的 那旗艦板應該是沒有 好 那我們先來開 旗艦板 對 先開比較 比較入門的 這次 有出貼紙板 蠻特別的 調式說明 這就蠻基本的 這個都是一樣的邏輯 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 不用再看 還原教程 好 先 直接看這個吧 表面一樣跟旗艦都有點油 還是要拆一下 然後它是 它是霧面 它是霧面 所以它比較不會 有刮傷或是摔傷的問題 然後我們轉一下 我這樣轉的話我覺得它的 定位感有點不太足 對定位感不太足 然後 雖然說它磁力 這樣轉是可以 可是 或許是因為它 應該是沒有軸尺的關係 對它沒有軸尺 所以 我覺得它整顆的定位比較垮一點 然後 手感目前有點偏硬 對有點 偏硬 塑料偏硬 塑料偏硬 對塑料偏硬 容錯表現 普通 不過這方塊是很入門的方塊 我覺得它也不太像是 這個等級的 對 它比較像是 三四百塊 魔方的 水準 不過這個就沒有像是那個 TX3一樣 開箱就可以直接拿來轉 就是可能 你不用上游也可以 玩出一個很接近你原本主力的秒數 V10的入門版 那種手感 但我不是說它像V10 就是它那種開箱的手感 會比較像是那種 對就是 比較入門的旗艦方塊 來 先來對比一下表面喔 就是 很明顯 它這個 UV 很亮 更有光澤啦 改一下 如果我這樣子 盲 盲轉 我會覺得它的 對它 它肯定是有走尺嘛 所以 聽味感會比較好 雖然這是廢話 然後呢 它的 感覺好像沒有這麼沙 然後轉起來 轉動更穩定一點 Oh wow 這個還不錯 蠻不錯的 比起這個手感 這個手感 就比較廉價 但是到這個方塊之後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 接近600塊等級的 的這個水準喔 這個是3400 這個直接跳一倍 到600 600700都有可能 跟一代比的話 因為那個E我沒有 所以 但是我有轉過來 我覺得E的話 它也有像是 這一個的加強版 可是它 還是有點像是 廉價方塊 的手感 可是這一顆 這個 雖然是硬了一點 不過它 各方面表現 我覺得都很好 有點像是這個 XT3喔 對 蠻像XT3的那種 等級的方塊 但是沒有那顆這麼垮 因為那顆真的轉起來比較鬆散一點 但這一顆 它 它的 彈力啊 軸距都比較 目前都比較緊 然後轉起來 是 很可以 這個大家肯定都 不陌生喔 所以 我相信也不用太去介紹它 我們就直接 做個 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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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 它也零件鬆了 鬆散 我剛剛說這顆很好 但是 一開這個V5 整個差距又出來了 我剛剛說是600塊 左右的 等級 手感 然後整個 轉起來整體的感覺 600塊左右 這一顆轉起來整個 拓勢位數 好不好 手感完全不同等級 我甚至覺得這個方塊不用調 直接上層 它是有機會的 這個方塊呢 它有軸尺 然後定位感 它的磁力稍稍有點不足 可是因為它有可能是軸尺的關係 其實它彌補的這一點 反而是你轉這個方塊 你不用花很大的力氣 你可以用很輕的手感 很輕的力道去轉這個方塊 然後 也可以玩得很順 也不用這麼費力 但是現在的 主流的方塊其實磁力會做得很強 對磁力會做得很強 像這個磁力 我覺得比它強 強強強強了 一個檔次 強一個檔次 這句錄很多 但是如果要講就是磁力度的方塊 不代表它比較難用 對 就要看你自己的習慣 像這兩顆 比的話 這個當然不能比 不過它也是 我覺得也是有一定的水準 它有一定的水準 那這兩顆會比較相近一點 這個我覺得 600塊 然後這個1000塊 的水準 我想要說就是 這個V5 它的 轉動的 程度 不是程度 就是它轉動的 感覺真的很舒服 很平穩 它並沒有太多 太多摩擦的感覺 就整個都很順 但是奇異這一顆呢 它會比較 有一點 碰撞 塑膠的碰撞感 然後磁力也比較強 但是不代表它不好轉 還是有些人他不太喜歡這一顆啦 算很少 因為這一顆 你要說它有什麼缺點嗎 基本上就是它 太容易摔壞 就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它 是不是有變比較厚 還是沒有 因為它原本就是 這個壁殼太薄 有可能會撞到 直接裂 我不知道是不是新的 還是因為它是新開的比較耐用 然後玩久之後會退化 會老化 會嗎 看一下大型 這個 D5大一點 我覺得我沒辦法 這個可能有個80分 但是這個 90以上 我沒辦法做一些 就是我覺得還是要講實話 我還是推這顆 這個真的太強 我還是推這顆 不論是從 開箱的手感 還是轉動的手感 還是從價格 各種方面 這價格可能比較便宜 可是 其實應該不會差很多 這個 就400多塊 這個可能300多塊 我 我怎麼選都會買這個 但如果你有 賢錢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 因為這個 它很便宜 加上說 它 便宜之外 手感也有一定水準 好不好 這個之後也會上啦 所以你們如果想買的話 一樣是可以輸入折扣碼 然後會打在上方 你們可以自己去購買 然後等上架再去 輸入折扣碼 然後下單 對 這顆方塊我可以分好了 我覺得 75 75 然後80幾 90幾 因為 因為它這個 我覺得沒有軸磁啊 就差蠻多的 不過它的定位感 跟這個應該是 磁力是相同的 這個都很好用 兩個都很好 非常好 可是 一傳到這一顆 你就會覺得 瞬間被比下去 所以目前我覺得 V5還是最強的 好不好 但是 這個V5呢 缺點就是容易摔 我 現在看起來 它的 壁殼 非常硬 所以摔的肯定沒問題 這個呢 壓一下 你看 有一點聲音 所以 耐用度的話 這個絕對是贏 這絕對是贏 可是 如果你小心用 這顆絕對可以贏 就很值得 好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 所以如果 你想要這個方塊的話 我也把這個送出去 然後 採訪 然後做一點 小小的測驗 如果你想要的話 記得台景找我 說你想要被採訪 你想要挑戰 然後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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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